香港人的病毒的威脅 人體的疾病防禦系統 免疫系統反映 人體的疾病防禦系統 就成為一個人迫切關心的話題了 這樣怎麼可以延長免疫時鐘 對人體的保護期呢 人體免疫系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網絡 這個系統有力地保護了人類 免受潛在健康威脅 隨著觀察 各地逐步解除封鎖 而病毒變種的出現 又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 個人負責 就成為每個人面臨的新現狀 保持強健的免疫力 就更是前所未有那麼重要 想要對個人負責 就要留意以下幾點了 第一 運動 人的免疫系統 從二十多歲之後 每年就會下降2%至3% 但是經常鍛鍊的人的免疫系統 會獲得保護 令下降的速度減慢 第二 避免食煙於酒 吸煙有很多負面影響 包括令人體的免疫力老化 免疫力降低 反過來又會導致更容易患重病 這意味著壽命可能會更短 第三 健康飲食 補充蛋白質 科學家指出 長度不健康 會令人的免疫力老化 相反 長度菌健康 便可以舒緩免疫力衰老 同時應該多食植物性的食物 植物性食物 加強免疫系統產生抗體 食緩慢發酵的酵母麵包 對長度很有益 第四 攝取維生素 維生素D 在增強免疫力方面 作用顯著 除了豐富維他命D的食物 和維他命片 曬太陽是自然吸收維他命D的最好方式 第五 舒緩壓力 壓力是破壞健康的最大影響因素之一 容易生氣的人 往往免疫系統就容易老化 一次次發脾氣 就不斷地累積 就是免疫系統出現發炎的因素 第六 社交 人需要適當的社交活動 孤獨會導致免疫系統堪入壓力狀態 引發炎症 甚至對人體造成長期損害